你能知道咖宿湯每一年都要減減 網路上就有一位網友分享一篇文章 文章裡面說到 他想要替換用完兩年的咖宿湯 想不到入价快能向他收一條 終於兩千塊費用 原來是因為咖宿湯已經超過減減學家時間 中華館來也是很普遍在使用咖宿湯 但是咖宿湯若是使用得多 又超過減減期 對比收支湯的費用 一位網友兩年叫一湯阿水 因為很少在使用 加上湯已經超過安全減減期 但是業者向他加收料減減加湯的費用 我所了解就是他桶裝的瓦斯上面 他是有下次檢驗日期 他是下次檢驗日期 比如說我們現在是110年9月4號了 那往後往後你就是過期 你過期他桶裝的部分 我們如果送去送減 他最少要加差不多要350塊 就是我們工人工跟成本的花費 如果說你的桶子是放比較久 而且你的桶子是比較沒有那麼新鮮 就是說我就說他從出口到現在比較久 那有的瓦斯航你不同的瓦斯航 我乾脆我不要說我就不會虧本 其實有很多入口看到 鯊宿湯過期都會加收費用 因為消防室處理鯊宿湯減減 那才是鯊過期的湯是非常嚴格 開市長紅燈是2萬塊以上10萬塊以下 這就是為什麼入口的鯊宿減減的原因 提起面上要記得檢查 處理鯊宿湯減的瓦斯航你寒 大專新聞綜合報答 好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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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不能洗了 我如何操釋